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压力也越来越大,腰肩排突出的并发率也在逐年增高,而且越来越往地年龄段发展。 其实,腰肩肩排突出这个疾病,让年轻人成为主流群体,是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。 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腰肚都不是外力造成的,而是后天的一些不良习惯诱发的,腰肚多发针对的人群有哪些,腰肚多出现男性,每天的工作量大于身体的负荷承受能力,特别是那种长期体力劳动者。 现在腰肚也逐渐趋于年轻化,那些年轻白领,久坐办公室,长时间久坐加上坐姿不正确,也很容易的腰肚,最后一个就是生活环境,一般都是受量到一定程度你发的腰肚,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最伤腰的姿势有哪几种呢? 窝在沙发里,很柔软的沙发会让你的身体下陷,感觉很舒服,但是这样的坐姿会导致膝盖的位置高于臀部,背部弯曲,因此要不受到的压力会增大,就会导致腰痛,尤其是腰不好的人,或者已经患上了腰肢肩盘突出。 不要坐在松软的椅子,沙发或者床上,椅子只坐一半,有的人坐的时候,喜欢坐在椅子边上,或者是斜靠在椅子背上,这样会使腰部悬孔,腰肢就会承受比平常一倍的压力,建议坐这时,要坐满整整椅子,整个背部要紧贴靠背,腰部后身锻炼,有统计数据表明,腰肢每天前去高达三千到五千, 刺,但后身的动作很少,同时,现代人在工作中,常常处于前驱度位,这个体位使腰椎长期处于屈屈位,长此以往,会造成腰椎肩盘硬力的不平衡,腰椎后韧带过度前身,从而引起腰痛,双臂至于腰部,双脚超开与肩同宽,全身放松,在腰部抢身直沉的同时腰背,向后沉三十六次,每日坐两次, 另外,仰卧法一可坐腰后,身练习,双臂将上半身尽量撑起,下半身贴床,是腰部尽量厚伸,反复做这一动作三十六次,中药贴肤,中医药历史悠久,安全无刺激性,曾经在骨科山坛中,提到槐花草精骨贴,建议把贴肤三个周期,加上锻炼就可以改善健康, 仅PGC Card, PGC-CARD-HREF, Text Decoration, None, Outline, None, Display, Block, Width 100%, Height, 100%, 仅PGC Card, PGC-CARD-HREF, Hover Text Decoration, None, PC,两世兴, PGC Card Box Sizing, Border Box, High 164px, Border, E-PXLid, 仅PG, 181818, Position, Relative, Padding, 20px, 94px, 12px, 180px, Overflow, Hidden, PTC Card, After Content, Display, Block, Border Left, E-PXLid, 仅PG, 181818, Height, 120px, Position, Absolute, Right, 76px, Top 20px, PTC Cover Position, Absolute, Width, 162px, Height, 102px, Top 0, Left 0, Background Size, Cover, PTC Content Overflow, Hidden, Position, Relative, Top, 50%, WebKit Transform, Translative, -50%, Transform, Translative, 50%, PTC-CONTENT-TITLE, Font Size, 18px, Color, 222, Line Height, 1, Font Width, Bold, Overflow, Hidden, Text Overflow, Ellipsis, White Space, Rep, -PTC-CONTENT-DESC, Font Size, 14px, Color, 244, Overflow, Hidden, Text Overflow, Ellipsis, Padding Chop, 9px, Overflow, Hidden, Line Height, -1.21m, Display, WebKit, 1.21m, Display, WebKit, Inline Box, WebKit, Line Clamp, 2, WebKit, Box Orient, -Vitical, PTC-CONTENT-PRICE, Font Size, 22px, Color, S8, 59, 59, Padding Chop, 18px, Line Height, 1.21m, -PTC-CARD-BY, Width, 75px, Position, Absolute, Right, 0, Top 50px, Color, 406, 599, Font Size, 14px, Text Line, Center, -PTC-BY-TEXT, Padding Chop, 10px, PGC-ICON-BY, Height, 23px, Width, 20px, Display, Inline Block, Background, URL, HTTPS, S0, -Steady PCOM-PGCVR-PGCTPL,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2B4DA, PNG, - 冰糖银耳莲子羹,银耳半朵,莲子两把,冰糖适量,把莲子,银耳用饿水泡两小时,浸泡好的银耳撕成小朵,银子撑起备用,银耳倒入锅中,加水,开大火,煮至银耳微微焦化,加入莲子冰糖搅拌均匀,最后煮到银子变大,银耳用勺子,摇起成面绸状,银耳莲子羹就煮好了,俗话说得好, 疾病都是三分至七分养,我们在平常生活中,也要密切注意,要适当的运动,可以进行一些例如慢跑,倒走,太极拳,游泳,引体向上等锻炼,不要操之过急,也不要三分钟热情,要循序渐进,坚持到底,尽量睡在硬板床上。 但是硬板床不是地板,一定不要坐卧在地板上,地面含湿气太大,容易进入升起,腰部是最怕冷的地方,这样会加重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大家订阅一下,我们下期督试电话,您是在 here,您 11分钟烦的地方,您可以看到您的朋友,您可以看到您的说法,您可以看到您的游排药,您可以看到您的问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